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不是很贵吧 大概的话都是3000万日元左右 3000万的话大概就是180万左右 像那种公寓式的也是3000万左右 像那种一户建的话也是3000万左右 但是要看户型大小了 户型越大肯定就是房价越贵 然后地方不一样 地皮的价钱也不严 因为日本的话是土地私有不知 所以你买的这块地皮就是 永远就是你的名下 就是你的东西了 房子的造价基本上都一样 大概就3000万左右吧 然后还有一个叫见骨头 他问在日本女人改嫁后 是不是要改成夫家姓 你老婆改姓了吗 日本的女性如果是结婚之后 是要改成夫家姓 咱们中国以前也是 我老婆日本人也需要改姓 但是因为我是外国人 所以可以不用改姓 如果改姓的话特别麻烦 你要去把铺口本之类的全部改姓 可能会发生很多麻烦 所以我们就选择不改姓 然后第三个是 叫一夜半求神问卦 他问程序员在日本 就业咋样 环境能比国内好忙 对不起我这个 我的程序员这个事儿 不太了解 因为我旁边没有接触的 一个是干程序员这一块的 这我真的不懂 不敢乱回答 回答完之后就是有可能 就是误导你了那种感觉 第四个是养猪小火6 他问昆哥 味增汤是什么 味增汤就是一个味增 就是一个类似于东北的大酱汤 只不味增汤的话 他们的味增的话是磨碎的 基本上大豆为主 算是酱的一种吧 就是把酱化到汤里 然后煮一下菜 这个叫味增汤 然后这个朋友还问 老表家里打仗的碟子是不是很多 是啊 老表家打仗的碟子 这么大的抽屉 两个抽屉 我看了一下 最少最少最少得有100张 这是灾难的精华 他不知道攒了多少时间 他本来说想送给大家的 结果像那种碟子是入不了关的 如果被查到了 我有可能被判刑 那是不允许的 还有第五个 中国正式 他问日本有穷人吗 当然有穷人了 这个怎么说呢 日本他这个国家的话 贫富差距 以前的话是很小的一个国家 就是收入比例基本上很平均 也会有很高的也会有很低的 但是中间的那一部分是最多的 但是也有穷人 穷人怎么说呢 那些不愿意干活 什么都不愿意干 千天想着肯老啊之类的 还有一些就是身体的原因吧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日本 你就去他们车站看看 也有很多人就是 不能算是无家可归吧 有家可归 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家那种 露宿街头那种 特别是东京 越往大城是越多 有穷人的 哪地方都有穷人 第六个是成长路上的宝妈 他问孩子在日本也想打 国内的疫苗 不是怎么打 这个我也想打国内疫苗 问题是我也打不到啊 你问我也不知道啊 我前几个视频 就是说到那个国家的疫苗的事 有人在上面留言 是他们在日本打的 我问他怎么打的 他们就不过说 那我也很迷茫 我也很想打 那第七个是要妞妞很忙 教老婆儿女的时候 同时教我们日语非常nice 以后每期教一句 日常用语吧 可以可以 反而是如果是大家想学的话 比如说 今天留个言说想学这一句 明天留个言想说那一句 因为我每天拍视频都会看评论 如果大家看完之后 给我留个言想听哪句 想学哪句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 或者是以后的视频 里边去慢慢教给大家吧 然后第八 那句晚安他听了吗 录视频的时候 就双方蛋 不录视频的时候 有没有你认问的 双方蛋不双方蛋 我不打开之前我能会知道 它有没有双方蛋 对不对 为什么 我的鸡蛋双方蛋多呢 是因为我的鸡蛋 不是从超市买的 因为超市鸡蛋它分大小号 一和十个的话 它分M S号 还有L号 有大有小还有乱码那种 乱码那种 乱码那种话就是 在L号和S号之间乱码 我买的鸡蛋 不是从超市买的 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开的养鸡厂 他从养鸡厂弄的鸡蛋 然后卖给我 稍微便宜点 要么是特别大 要么是特别小 比S还小 比L还大 所以 个头大的话 一般双方蛋比较多 个头小的 基本上都是单方蛋 所以我买的鸡蛋 基本上都是单方蛋 所以我买的鸡蛋 基本上都是双方蛋 所以大个的基本上都是双方蛋 我不拍视频的时候 也会吃到双方蛋 是这个原因 然后第九个 叫发粪图墙 联系住日大使馆 试试 没准有疫苗接种的 朋友这个事 这个在很久之前 我就打过电话 因为他们太忙了 打不通全是忙意 因为我的想法 想更新护照 第十个是离去走远了 想看坤哥做鸡蛋汤 鸡蛋汤是个什么东西 鸡蛋汤 可以安排一下 我先试试 我能不能找到教程 如果有教程的话 我会把各汤安排上 好了 我就选了这十个问题 回答了一下吧 以后我会定期做一下 就是回答网友 那个评论的一个视频吧 如果你有想问的 或者是想知道的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点下关注 谢谢你的点赞 评论 转发和收藏 我们下集 拜拜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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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